新庄民友礼举办老人共餐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这个里长发现有许多的长辈行动不便 根本无法来参加老人共餐 因此就举办了这个送餐的活动 让长辈不用出门也能够共餐 打开便当盒没有看到葷食类的菜色 营养又美味 然而这个爱心素食便当是由民友礼办公处 在民国106年开始推动的 里长说当年号召一群理念相同的义工朋友 齐心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民友礼素食爱心便当发起是 在一两年前我们民友礼有办爱心老人共餐 因为里内有一些行动不便的乡亲长辈 不方便来礼办公处老人共餐 于是我就找几个爱心义工发起 素食爱心便当 爱心素食便当主要公益的对象 则是里内无法行动外出的长者们享用 每周三固定中午时段来发放 目前人数至少有100多位 然而当天值班这项勤务的志工 只要在出发之前都会和里长 一起将热腾腾的便当装好 随后志工在骑乘机车 沿着路线将里长的爱心 送到长者们的手中 因此面对高温天气 仍旧影响不了他们和里长行善的热情 没有啦都不累啦 三郎里面和长辈的手中 他们都很期待的啦 很欢迎的啦 长辈在家里等候 我们明游里温馨天使 会将爱心便当送到他家里面去 让乡亲长辈吃出健康 鼓励长者走出户外的老人共餐 里长感同身受 所以推出爱心便当也间接满足了老人家的味蕾 热心公益行善的座位 令人推崇 记者黄又贤新装采访报道